大家好啦,我是颜月 孩子不要吃南瓜,没有关系 把它和进面粉里 做成南瓜筋丝卷 蓬松香甜 会挑食的宝宝也能吃上两三一个 面缸中倒入250克的蒸鸡面粉 两克酱母 15克细砂糖 125克的南瓜泥 用厨师机 搅拌成光滑的面团 没有厨师机的就换做手揉 把好的面团咱们移至案板上 继续揉一会儿 把它蒸裂成团 就像这个样子 接下来用改面杖先压一压 它就会变得更加听话 愿意摆布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厚度大概在两毫米左右的样子 擀薄以后在表面均匀地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撒上一些蔓越莓碎 敷敷口感 吃起来就会酸酸甜甜的 接着将两边向内对折起来 切成细细的长条 每十大十二条为玉子 从鱼头卷起来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把做好的面坯全部摆入蒸屉 形化至原来体积的两倍大 冷水上锅 水开即时蒸熟五分钟 关火后焖两分钟再结个 蓬松选软的嫩月莓金丝卷就出锅啦 口感酸酸甜甜 好吃的给每天门下来 还可以一个一个撕下来吃 好吃又好玩 学会就在不怕孩子挑食啦 喜欢就赶紧收藏视作吧 我是永远无关注的接受根本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